大家好,欢迎你到圣经吉格,我们的使命就是圣灵更生,活出圣经,合一荣神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discord讨论区 今次我们会继续讲敬拜,音乐这个范围 敬拜是属于牧羊里面,所以就放在星期二牧羊,也放在牧羊专业里面 承接之前就讲着旧约的音乐敬拜,和从罗亚方舟上古文明的传流下来 所以我们接着要接触下去 我们要讲到希罗世界 新约、圣经的各位作者和读者都是活在希罗世界 他们的生活、价值观、宗教信仰和行为 无可避免受希罗世界的多元文化影响 在新约书卷里面是会反映在这个世界里面 宗教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影响也是非常之合理的 即使新约时代的教会的根源于犹太的信仰 信徒也是面对的挑战和冲击都必然是深受着希罗世界的宗教和文化的影响 所以我们如果去了解到希罗的宗教和文化 在全职新约圣经上就有莫大的悲忆 我们看看什么叫音乐敬拜 敬拜就是基督徒对神的爱和尊崇的表达 也是神自己的渴求 或者说神在寻找这样的人敬拜他 敬拜的对象是神也是信徒的父 耶稣在约河福音第4章23至24节说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灵 敬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他 我们之前都讲整个的历史是属于神的历史来的 而在最初我们就讲到音乐的敬拜 不是只是敬拜耶和华的 这世界很多神的 所以在全地球来说 音乐敬拜的意思就是用音乐来表达对神 或者神圣的敬意 或者对神明的敬意和赞美的行为 而音乐敬拜的形式和内容 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信仰和场合来表达 比如有礼拜、祭祀、祈祷、众歌、圣诗、诗歌等等 而音乐敬拜的目的就是可以感恩、祈求、宣告、见证、传递信息 或者是真尽信仰等等 而整个音乐敬拜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了 比如说是古埃及、古苏美文明、古印度、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和罗马等等 而今次就要讲希腊和罗马了 音乐文明的习族就是用音乐来到崇拜众神 或者是一些自然界的力量的习族来的 里面所用到的工具包括人声、敲击乐器、弦乐器、管乐器等等 都是大同小异的了 我们之前也开始讲到古代 包括就是古代的苏美文明 所使用的乐器就是包括树琴、中琴、各种打击乐器 这些乐器的形象经常都出现在当时的艺术作品和雕刻里面 而另外我们也有讲到古代埃及的音乐 这些音乐亦都在宗教仪式、宫廷的庆典 以及日常生活里面都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讲到古代文明从上古 承传到罗亚方舟再走出来就是三遍的 就是闪、含、雅、佛 我们今次就讲到第三格 就是希腊和罗马的时代 我们所讲的其实就是除了闪和含之外 就是雅忽这一边 雅忽这一边 第一个文明就是爱琴文明 跟着就是古典的时代 整个历史都称之为古希腊的历史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 克里特岛的文明 在希腊的历史里面第一个的古文明 就是米洛斯文明 亦都是雅忽的后代 别称就是克里特文明 我们看到其实最初 我们刚才所讲到 就是有苏美尔文明 另外就有埃及文明 而在这边的可能就是雅忽后代 所以就是有三边的 我们今次就是主要集中在雅忽后代 这个就是米洛斯文明 亦都是克里特文明 就是大洪水之后第一个文明 所以这个是等于的 就是等于克里特岛 以克里特岛为中心的青铜时代文明 亦都是欧洲第一个文明 这张图里面所显示 我们后面有放大的 这个就是公元前1600年 至到1400年 从米洛斯 开始对外 就有贸易的路线 或者探索的路线 他们最近的 其实就会去到南边的 这个阿历山大港 亦都有开罗 这两个亦都是埃及地 另外就有加撒走廊 还有推罗西顿 都是这些海岸线 这边就有塞浦路斯 或者叫居比鲁 塞浦路斯 总之翻译也是一样 从这个克里特岛向外 还有土耳其的西拿面 即是七间教会 包括以弗所 上面就是特洛伊 好了 在这个克里特岛的西北面 或者北面就是雅典这个地方 再上就是马其顿 再向外推展 由意大利 再到西班牙 这个就是克里特岛的特征 好了 跟着下去 这个就是米洛斯的年表 很长 其实简单来说 可以分为几个角 一开始就是有雅忽的后代 来到这里定居 然后就有前期 中期 后期 跟着就落到另一个时期 所以米洛斯时期 分为三个时期 有前中后 中期就是有旧宫殿 宫殿时代 后期就是新宫殿时代 换言之在这里 出现了一些很漂亮的宫殿 即是建筑方面就很漂亮了 米洛斯宗教里面就被认为 和近东古代宗教 即是古代苏美尔文明的神志 是有密切关系的 而其中这个心神 就被认为是一个女神来的 现在普遍就认为 里面是包含了有很多很多神 的受到崇拜 而其中呢 著名的米洛斯神圣符号 包括了有公牛 奉献之角 一个的双头斧头 是金色的 还有呢 有一条蛇神 那蛇神呢 就是刚才这个呢 就是蛇的女神 也是一个祭司来的 所以呢 他们所崇拜的方向 方法呢 也是通过和这个 女祭司行淫呢 或者是结合他们的理解 就是结合 来到呢 和神相交的 那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理解 也都有一些的 博物馆的 图词 有些青铜 一图词有些青铜 这边呢 有一些的绘图 有一些的符号 这只牛呢 相信呢 亦都和这个 苏美尔文明呢 有直接关系的 今次呢 不会在那里展开的 大家的兴趣可以找一下 那这些包含罪有公牛 这个的奉献之角 上面这一只呢 上面这一只呢 就是奉献之角了 那还有这个双头斧 还有蛇 那这些都是 米洛斯文明的 一些神圣符号来的 在米洛斯文明里面呢 有埃及的回声 即管呢 青铜时代里面的 古埃及文明 和米洛斯文明 它各自都有独特的元素 但又无疑 它们是有相关联的 其中啊 考古学家呢 就揭示了埃及 对于这个 米洛斯文明的影响 其中呢 就是这个sistrum的音乐仪式的乐器 那这个乐器呢 是一个敲击的乐器来的 那啊 它特征呢 就是连接到这个手臂 上面呢 有个U型的框架 或者圆形的框架 那包含着一个呢 可以动的环缸 那摇动的时候呢 就可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 虽然呢 这种乐器呢 主要就是和埃及有关 但是关于这种乐器 还有更加早的记载 是来自于苏美文明的 而根据罗浮宫的这个印章 啊 这个乐器呢 早在公元前的2600年呢 已经出现在这个苏美文明的了 那么它是显示在这个 乌尔皇家公布里面的 七言琴装饰的牌匾上面 那另外呢 刚才说到 在这个埃及文明里面 这个sistrum呢 亦都是通常对着这个女神 哈索尔的崇拜有关 这种乐器呢 是用于在宗教 和舞蹈声的 亦都响亮的 嘰嘰嘰声 或者叮叮当当声 是增强着这个仪式的神秘感的 而这个女神哈索尔 就是被认为就是音乐 欢乐的象征 它是通过音乐 创造了世界的秩序 它亦都是爱神 美神 富裕之神 舞蹈之神 和音乐之神 所以这个呢 亦都影响着这个雅弗的后代 影响着克里特岛 影响了米洛斯文明 埃及人呢 亦都会用一些的树灵 就是这个 用来防止利罗河的洪水 但是这个传统究竟 会不会都和罗亚方舟有关呢 会不会在罗亚方舟上面所摇的 其实呢 亦都是这个树灵呢 无从稽考 但是有这样的可能 好了 另外呢 亦都有这个克里特文明当中 有一个树琴的 这里呢 叫做吉他 是一种的重要的乐器来的 那这个吉他呢 就属于弦乐器 通常呢 就有一个长方形的共鸣箱 和多根弦来到组成的 那这种的树琴呢 在文物里面呢 有所记载 并且呢 就在克里特文化里面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跟着呢 就是到麦石尼文明了 那去到下一格了 就是克里特文明之后的 那跟着呢 去到公元前 1500年 那这里呢 就是出现了麦石尼文明 同一时间呢 旁边呢 也都有克替的王国出现 那这里呢 也都有这个 亚术帝国 亚术王国 有巴比伦王国 有埃兰 南边呢 也都有这个 埃及的了 那说到这个麦石尼文明呢 就已经是古希腊 青铜时代的最后阶段了 它呢 就是以供电式的国家 城市的组织 艺术品 和书写的系统 代表着希腊大陆 第一个先进 而且独特的希腊文明 那我们见到 在前面的二千八百年 到一六零零年呢 就是这个的克里特岛 而去到后面呢 就是一六零零年 到一一零零年呢 就是开始在这个 麦石尼的文明的 而整个的麦石尼的时期 也都分为三个 就是早期啦 第二个呢 就是宫殿青铜时期啦 而到最后一二零零年 至到一零五零年呢 就是后宫殿的青铜时代啦 在整个的麦石尼的宗教里面呢 已经出现了一些神话的神的名字啦 包括就是波塞冬啦 他是个地府的神来的 帕安就是一个的诸神的医生 亚波罗就是最美丽的太阳神 亚瑞斯就是战争之神 大欧尼修斯呢 就是酒神喝酒的 另外也都已经出现了 亚以太密斯的啦 就是希腊最受欢迎的女神 就是以弗所里面的女神啦 另外呢 也都有雅典娜的战争女神啦 而音乐呢 在整个的麦石尼文明当中有它的重要性 因为麦石尼人就认为音乐是神 赐给人的一种礼物来的 而神话里面一个善性B的文书里面 就记载着音乐的重要性 就是麦石尼人相信音乐 能够对听众的心灵和身体是有益处的 而其中呢 也都有一种的乐器啦 就是一种骨制的商皇馆 而这种的商皇馆相传 就是被认为是雅典娜所赐予的礼物来的 是一种长的笛啦 那这种乐器呢 就是使用于是一个走神 就是刚才所讲到的 大欧尼斯 大欧尼修斯一些崇拜仪式里面呢 就会吹这个商皇馆的 它可以是单皇馆 而这个另外呢 也都有一种的乐器呢 叫做排销 这种排销呢被认为呢 是一个神叫做潘 是赐予的礼物来的 那所以啦 这些音乐的乐器呢 也都有可能是受到 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啦 那但是呢 麦瑟尼人呢 就将这些琴呢 是视为呢 是希腊的乐器 而商皇馆呢 就是常常呢 在神话里面呢 是被描绘为 来自东方的 次等的 外来的 竞争者 那所以呢 很明显啦 的确呢 是来自这个 苏美尔文明的 好啦 那到下一个了 就是河马的时代啦 我们很简略地 介绍了 克里特文明啦 和麦瑟尼文明啦 那就到下一个时代啦 也是 黑暗时代 直到河马时代啦 首先呢 这个的黑暗希腊呢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啦 那而隔离呢 也都出现了 有呂底亚的王国啦 那而黑替王国呢 也都是打散了的 那而这个时候啊 亚述帝国呢 也都开始强大啦 那而在中国里面呢 也都出现了这个 这个双洲啦 双朝啦 以至到后面的 周王朝啦 在印度呢 也都出现了 废陀文明啦 其实呢 这个的 希腊的黑暗时代 就是说麦瑟尼人的一些 宏伟的宫殿啊 城市 是被摧毁 或者是被遗弃的 而在大约同一个时间 隔离的黑替文明呢 也都遭到严重的破坏 就好像刚才见到啦 是被打散了的 那而从特洛伊到加薩的城市呢 也都是被摧毁的 所以很严重啊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呢 也都就是河马的时代的开始了 河马史诗呢 就是一个 古希腊文学当中 最早的一部史诗 也都是最受欢迎 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 相传呢 就是由希腊的盲 诗人 河马 创作的两部长篇的史诗 分别就是伊利亚德 和奥德塞 的统称呢 就是这个的河马史诗 这两部史诗呢 分为了24卷 伊利亚德呢 总共是15,693行 奥德塞呢 总共是12,110行 伊利亚德呢 就是说 希腊联军统粹 和大将之间的冲突 以此为一个焦点 而说的呢 就是最述了这个 在特洛伊战争里面 十年发生的故事 那这个大将的名字 叫做亚基里斯 都很出名的了 好了 另外呢 就是这个的奥德塞 所描写的就是 伊塔卡島的国王 奥德修斯 攻下了特洛伊之后呢 就返回家乡 他在途中 漂泊了十年的故事来的 其实呢 以上这两个的诗歌呢 并不是只是只说的 用口说的 而是呢 通过乐器的伴奏的方式 是演唱出来的 而这种的演唱方式呢 亦都在古希腊文化里面呢 是非常普遍的 虽然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去重建当时的音乐 但是根据考古研究人员 是已经尝试通过统计 诗歌里面的重音 和节奏的模式 以及古希腊诗歌里面的韵律 和语法的规则呢 去推断这些河马诗歌的音乐 究竟是怎样 可以上网找的 所以啊 这些的研究 表明着 河马时代 这些的诗歌的音乐 可能是一种 随着文本 的即兴创作的方式 并且和诗歌的节奏 和韵律呢 是相关联的 好了 而对这个的河马史诗当中 伊利亚德 一个开场的重新演绎 它呢 就是使用了古代的七弦琴 并且调整了音调 来符合古希腊语言的特点 所以呢 有可能呢 伊利亚德 或者古代的音乐里面呢 是用了这种的七弦琴的 好了 我们一下子呢 就跳到去后面的 希罗文化了 希罗文化 就是 希腊文化 和后面的 罗马文化 合称 就叫做希罗文化了 所以呢 我们一下子呢 就跳过了 成邦时代 和阿力山大时代 等你的脑子 不用记得那么多 所以呢 一下子呢 就从这个 刚才所说过 从大洪水之后的 古代呢 现在去到 接近中世纪的了 这里呢 就是 希罗时代 基督教 在希腊和罗马 相从影响之下 诞生 马瓊于顿帝国 留下了 不能磨灭的 知识成就 而 罗马帝国 就以政治和军事成就 巩固这个世界 这两种力量的交错 影响着当时人的命运 自然也都影响着教会的模式了 我们之前呢 也都介绍着 就是马其顿的皇帝 就是阿力山大三世 称之为阿力山大大帝 打遍天下无敌手 从印度那边 埃及 以至到希腊这边 全部都被打了 除了斯巴达 阿力山大大帝 就是在帝国扩张的过程当中 将希腊文明 传播到东方的印度 公元前四世纪末 至到公元前二世纪 称之为希腊文化 而这一种的希腊语 也都漸漸成为当时的世界共语 世界的共通语言 就是好像现在英文那样通用 而希伯来圣经 也都在这个公元前三世纪 被译为通用的希腊语 就是七十世日本 当阿力山大死了之后 最后分裂成为三个比较巩固的 希腊化帝国 而有西楼古王朝 有卡山德的王朝 又有托纳米的王朝 而西方虽然希腊化时代 被罗马人征服而结束 不过他的发展的一切文化 反而就是征服了这个罗马 由于当时希腊以西的欧洲 文化水平并不是那么高 当罗马人接触到希腊化的文化里面的时候 除了少部分保守分子比较排斥之外 大多数人都是完全接受和仿效希腊文化的 所以可以说 罗马文化是完全移植了希腊文化时代里面的文化 所以混在一起就叫做希腊文化 亦都成为了后来西方文明的根源 我们讲到公元前168年 马其顿安提哥那王朝就是被罗马共和国所灭 所以大约去到耶稣出世的时代 就是公元零年左右 罗马已经统一了地中海所有的地区 而在外面有阿美尼亚国 也有安息帝国 我们讲到罗马帝国 就要讲到罗马的宗教 远在罗马立国之前 罗马人其实已经受了希腊人的哲学 文化、政治、建筑技术、艺术、社会结构等等的深远影响 而罗马人也借用了希腊的神话 地中海东部的二教信仰 然后再结合罗马人流传下来的罗马神话 去建构一套属于自己的神明和他的属性 由于罗马的神明本来不具有人性的守护神地位 开始就不大理会细节的改变 而罗马的庙语所供奉的 也都慢慢演变成为具有高度人性的角色 在这个希罗世界里面的人 是有特殊的祭祀儀式 和宗教节日 以较为虔诚的教徒 甚至是会有自己的祭司 这些二教祭司熟习各种祭祀的儀式 向神明的祝祷方法 以及敬拜神明的一些复杂的礼仪 和一些禁忌的事项 但他们自己的信仰和道德的规范 却是不必跟着所有祭祀的神明 或者宗教的标准 而无论如何都好 在希罗世界里面的人 相信从业务旅行 去到宣战打仗 甚至各式各样的生活层面 都在进行之前 都必须向神明获取允许 久而久之二教祭司的数目 也都越来越增加 他们群体也都渐渐 在希罗世界里面 取得相当的政治和社会的力量 而这里也都有一个表 就是希纳神明和罗马神明的名 的对比表 在《旧约圣经》里面 所记住的礼拜 是从西乃山的圣约 然后到汇幕 再到圣殿的礼拜 经过了圣殿 之后也都有各地的会堂里面的敬拜 也都有里面各种节旗的礼拜 去到新约的时候 就有以基督为中心的礼拜 也都有以圣灵为中心的礼拜 所以我们下来就已经直接说到新约 也是早期教会的礼拜 里面也都可能包含着音乐的敬拜 关于早期教会礼拜的发展过程 其实新约里面没有很长进的聚述 也都没有世纪初其他文显可以去参考 而新约也都没有明显显而易见的教会的规程 那么早期的基督教 和当时在罗马世界大行祈祷的各种各类的宗教 其实毫无共通之处 因为基督教又不拜偶像 又不设神殿 也都没有祭司的宗教 我们只能从部分资料 了解早期教会的礼拜状况 首先第一就是隔离面的书信 就是罗马主教隔离面 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私人信件 里面大多数都是劝勉的内容 而不是专论礼拜 但是祈祷的文章和第四世纪其实都极相似 这些祈祷的文章 这个土文是没有固定的形式 也都不是之后用作聖餐时候的礼拜文 但是很多都是用来重赚的 在书里面也都有提及献金 但这里所指的可能都是慈善的捐献 第二个就是柏纳瑟的书信 这个柏纳瑟的书信就是为小亚细亚 比推利的罗马总督 他就不是基督徒 他在用一个公衔 里面来观察教会情况 来情报给皇帝 他就说基督徒有固定日子聚集 他们会唱诗启应 宣读经文 向神效忠 不做恶行 会后会有圣餐和外言 所以这里可能已经有音乐的唱诗了 而早期教会也都会将圣餐和外言 是连在一起 到夜晚聚会大概会有新药的技术里面的抹饼 另外就是十二使徒遗憤 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有详细说的 十二使徒遗憤有十六章 是仔细讲到教会的生活的 其中指示着圣餐和水礼的仪式 也都提及到每个主日 一起举行圣餐和外言 除此之外 就会在礼拜三、礼拜五有禁食的 并且有感恩的讨文 另外也都有尤诗丁的著作 里面就提到有公众礼拜的礼仪 在圣餐之前是会先祈祷 并且彼此亲嘴问安 然后到主持者帝饼和杯 祝者的时候会以阿门作为啟应和 领受者必须信而受过水礼 以遵守主的命令 而在主日礼拜的时候 会读先知和使徒的话语 即圣经 并且加以解释 也加上灵分 然后一起祈祷 聖餐和捐献 而礼拜之后 会有弟兄将聖餐 带到不能离的人的家里 所以 早期教会礼拜的模式 大致可以看到有几点 首先第一 礼拜的内容 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第二 礼拜的结构 是以圣道礼仪 和主餐礼仪作为根本 里面包括祈祷 由歌领 由赞美 祝福和启应的礼文 所以在这里 我们都能看到 里面是有音乐敬拜的 而第三 礼拜的处境 是以教会为根本 礼拜就是基督教教会里面去举行的 而教会是神呼召的团体 教会每个肢体都有他自己的位分 神向会众说话 会众也在礼拜里面做回应 这个商会是以主餐为印记 盛餐的酒和饼 也是基督临着的表征 好了 我们作为一个总结 就是讲讲希罗文化 和音乐敬拜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乐器 我们只是证明着 在希腊和罗马时代 是一定有用到音乐的 而希腊文化 在欧洲、非洲 以至到亚洲的影响力 是达到顶峰 而在艺术 探索 文化 戏剧 建筑 音乐 数学 哲学 科学 等等方面 都是经历了很繁荣 和非常进步 好了 所以在新药的时代 是有受着 教育的文化 是有受着希罗文化 和当中的音乐敬拜所影响的 好了 今集大致讲到这里 这个内容 放入牧羊专页里 今天就是星期二牧羊 好了 我们圣经一甲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discord讨论区 邀请你分享 赞好订阅留言 在我们的牧羊专页 和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圣经一甲 我们的使命就是 圣灵更生 活出圣经 合一荣神 好了 我们今集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给大家看看 我们的证明 吃饭 乱忍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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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吃饭 吃饭 吃饭